云朵是大气中的气胶和水蒸气凝结形成的气体凝结体 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自然现象 云朵的颜色通常呈现白色或灰白色 这是由于它们与阳光的相互作用和散射造成的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云朵的形成过程、色彩原因 并解析云朵背后的科学原理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云朵的形成过程 当地面受热时,地面上的水分蒸发形成水蒸气 这些水蒸气随后上升到较高的空气中 当遇到较冷的区域时 水蒸气会凝结成微小的水滴或冰晶,形成云朵 这些水滴或冰晶在大气中悬浮,形成可见的云朵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为什么云朵呈现白色 云朵的颜色是由于光线在云朵微小粒子上的散射效应 当阳光照射到云朵上时 光线与云朵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相互作用 并以不同的方式散射 这种散射会使得光线在不同的波长范围内散射 从而形成云朵的白色,这种现象称为雷诺散射 雷诺散射是指,当微粒的大小比光的波长大得多时 光线会以不同的方式散射,主要是垂直散射 在云朵中,微小的水滴或冰晶的大小通常在几个微米到几十个微米之间 而可见光的波长在几百纳米到几千纳米之间 因此,云朵微粒的大小远大于可见光的波长 使得光线以雷诺散射的方式散射 雷诺散射导致光线在不同波长范围内的散射效果不同 根据散射理论,较短波长的光,例如蓝光,会更容易被散射 而较长波长的光,例如红光,则相对较少被散射 这种现象使得从云朵反射回地面的光 主要是较长波长的光,即红光 当光线中的不同波长以不同的方式散射时 它们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白光 此外,云朵的颜色还受到阴影和其他光学效应的影响 当阳光照射到云朵上时 阴影会使得部分区域呈现深灰色或灰色 这是由于这些区域的光线被遮挡 无法到达观察者的位置 此外,当阳光照射到高层云朵或冰晶云时 由于冰晶的折射和反射 云朵可能呈现彩虹色彩 例如彩云 值得注意的是 云朵的颜色也可能受到空气中的污染物和微粒的影响 例如,当大气中存在较多的粒子和污染物时 它们可以影响光线的散射和吸收 导致云朵呈现灰色或深色 总结来说 云朵呈现白色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光线在云朵微小水滴或冰晶上的雷诺散射效应 这种散射使得光线以不同的方式散射 从而形成了云朵的白色 此外,阴影和其他光学效应也可能影响云朵的颜色 了解云朵的成因和色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大气中的光学现象 并为气象学和大气科学研究提供基础